來自全世界的僑胞朋友大家好 就任副總統第一天接近海外僑胞 不忘送上超大愛心 小美琴一起深藍色褲裝 搭配印有台灣衛星圖的絲巾 穿搭再度驚豔 大家目光 這一身全出自台灣設計師之手 絲巾的部分 我們用跟NASA合作的衛星圖 然後我們另外做了就是台灣的地圖 能夠看到台灣的這個風土民情 然後也能夠彰顯台灣 在國際上面的一個地位跟責任 小美琴長衣褲裝出現在公眾面前 新人設計師簡軍遠 多次榮獲義大利服裝藝術獎 這接下小美琴就職活動造型重任 用兩個多禮拜量身打造四套衣服 風潮圖騰加上改良式旗袍設計 一材質拼接更凸顯腰身 中細融合外交迎賓晚宴 穿在小美琴身上的這套洋裝 同樣很吸睛 我們用風潮的概念在它的前身 那主要的原因其實風潮其實 它是有團結的這個意思 腰身的側兩邊去做了黑色的 環保皮革的拼接 那也是希望它能夠修飾身形 請第16任副總統就位 米白色不規則上衣搭配黑色寬褲 就指大點小美琴一走出來 有設計感也不施莊重 這身有真知女王潘一朗草刀 你說鞋材的切割也是第一次去嘗試 這個兩側守備的地方 對 那我們也有考慮到就是說 因為你會接近很多的外賓 那你可能也會拿著酒杯 所以我們希望在做的時候 讓它能夠活動的很自如 國營晚會 小美琴換上粉色洋裝 跟舊紙典禮上風格截然不同 袖口側邊切割剪裁式設計小巧思 其實我壓力蠻大的 雖然認識很久 我們跳脫遺忘 因為我覺得小普同 他其實給我們很大的一個空間 就是讓我們去做創作 潘一良說從小美琴確定當選後 馬上聯繫他 總共設計了三套衣服 目前還有一套深藍色洋裝 還沒有曝光 小美琴獨愛台灣設計師 從舊紙大點到國宴 各大重要場合就愛MIT 繼續洪衛套同樣音樂報導